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门重行录浅述 尊师之行第三 四位同修 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放涨 请大家翻开 师门重行录浅述 八十二页 八十二页 一行 历雪过期 这里看一下 请看这个文 为神光学解冠世 达摩大师至西域至 枉思之 摩未尝余余 一续大雪 光力庭窃 极小 雪过期期 摩 故曰 久力雪中欲求何事 光契曰 唯愿和尚开甘露门 广度秦平 摩曼 摩曰 诸佛无上妙道 皇八九 알아 乍玿护解荃acă 操寂寒 扸相 泼 trailers 光闻毁力 以任断臂 置于魔前 谋曰 诸佛求道 为法忘形 如今断臂 求义可在 谋曰 我心为安 起思安心 谋曰 将心来 以辱安 光曰 密心了不可得 谋曰 以辱安心境 遂传法 为二主 这个公案 我们很熟悉 大家常常听过 这个魏 在魏朝 那个时代 就是梁武帝 那个时代 这个魏晋南北朝 神光 就是 慧可 神光慧可大师 他的学问 宗监 宗监 在当时 是第一的 《南谋祖师》 从西域到中国来 这个公案 大家也常听过 最初来 去拜见梁武帝 这个梁武帝 当时是 中国佛教的大户法 这个佛教自古以来 都是房地 去齐勤的 房地在扶持的 所以这个 当然达摩到中国来 这个 杨武帝对他 也很礼遇 因为他是一个千层的佛地者 盖了480座的大试验 那个试验都很大规模 安住这个僧众 二十多万人 在中国这个佛教史上 堪称在佛教父法 盖试验 最多最庞大 另外一个就是 梁武帝提倡吃素 这两件事情 他做的是最多最大的 但是梁武帝 他还无法去理解 达摩祖师传来这个 产 这个 超越四出四间法 这个是向上一走 达摩祖师传来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 梁武帝 第一个 当然也有一点夸耀的一种 一种 一种意识 就请问这个达摩 他说我这个试验 盖了480座 每一座规模都很大 那么这个 安置身众二十多万人 你看看我这样做 我这样扶持佛教 这个功德大不大呢 那这个 达摩祖师这个人 他也是 很直接了当的 回答梁武帝说 并无功德 并没有功德 那梁武帝听到 那当然就 很不以为然 做了这么多事情 我扶持佛教 这么扶持 你说我没有功德 那后来也就 不再理会这个达摩了 也就是 也就 没有请达摩在这个 皇宫啊 来弘化了 不理他了 等于是给他冷冻起来了 不理他 后来达摩就离开了 离开了梁武帝 到河南嵩山少林寺 去面壁九年 那么这个公案 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 在讲习当中常讲 他讲到这个 哦 讲到这个 梁武帝问达摩啊 说这个 有没有功德 这个什么是功德呢 功德是戒定会 戒定会 一般来讲啊 定会 那是功德 功德 功德就是要有剥了智慧啦 功德 就是不能着相 像金刚经讲啊 你要离相 不能着相 不能着相啊 你做这些 护慈三宝的这些事情啊 就是功德了 你不着相 持戒修福 但是不执着 持戒修福这个相 离四相了 没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那这样啊 持戒修福才是功德 但是梁武帝不了解啊 如果梁武帝问达摩说 我这个福德大不大 那这个 这个达摩一定回答呢 这个 圣大圣大了 那你修的福太大了 修的是天福啊 的确啊 修的是天福 着相修福 那你的果报啊 是得到人天福报 不能超越六道 不能明心见性 着相修福 执着这个四相啊 在修福 会得人天福报 所以福德就很大了 那这个福德是人天福报 因为着相修福 所以福德跟功德 它的定义啊 就在这个地方 不同了 所以金刚经讲啊 就是你要持戒 你要修福 但是不要着相 把这里着空这门读起来 读起来然后 你就是一面修福 一面啊 就是 就不落空 也不要持着有 不要持着做了多少好事啊 这些相 那这样你就超越了 这是金刚经上讲的 但梁武帝他不了解 他没有深入这个精益啊 所以他所修的都是属于 着相修福 所以他可以得人天福报 所以梁武帝啊 虽然这个后来他也是这个正式处理的不好 也失败了 但是他这个修这些福 他修了很多 在这个房地这个位置啊 利用这个 国家的资源来 三宝里面众福 那修了很多 这个也就是佛法讲的啊 各有因果 那么你这个 富持三宝啊 修福 提倡素质 我这是他的 他的福报啦 得人天福福报啦 造事业 那这个也是修天福啊 修天福 但是你国家这个政治啊 政治就是说管理 他管理 管理不好 那管理不好 最后他就亡国了 这国就亡了 所以这个各有因果 那亡国之后啊 那么后来他这个这个 死了之后啊 那肯定他升天了 因为做了这么多好事 在三宝里面做这么多好事 他肯定升天 这个就是所谓啊 善有善报 二有恶报 各有因果 这是达摩祖师跟梁武帝的一个公案 这个这个筷子人口啊 这个大家常常啊 听到这个公案 那么这个慧可啊 他去找达摩 往师之就是 往就是前往啊 前往去拜他为师 但达摩祖师啊 没有跟他讲话 不理他 一去大雪啊 就是那个时候冬天啊 下大雪 光丽庭窃啊 他就站在这个 门前啊 那个庭窃就是那个阶梯啊 站在那个地方 极小啊就是 站了一夜 天亮 天亮 雪过极漆啊 那个大雪啊 超过他这个膝盖啊 摩固窃啊 酒立雪中欲求何事啊 就是你站了那么久 站在这个雪当中啊 那你要求什么呢 光气 那这个神光呢 他就呼气啦 他说为愿和尚开甘露门 广度勤品 请和尚给我开设啊 甘露门 这个佛法呢 比喻说甘露 能够来广度勤品 来广度众生啊 那导摩就给他回答啦 说诸佛无上妙道啊 旷解经济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尚不能治 这个 这个 在经典上我们也常看到 这个诸佛无上妙道啊 就是旷解经济的修行 而且这个修行啊 难行能行啊 很难做到 也要去做 难行能行 能够去把它做到 难忍能忍 那就是很难忍受的 也能够忍下来 那这样啊 旷解这么长时间 这样精勤的修行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尚不能治 尚且还达不到 这样的一种修行啊 这菩萨呢 六度万能 尚且不能达到 如今以清心 你现在用这个清慢心 浅心 你这么粗浅的心 一记真胜 记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真胜 真就是 真如自性啊 这个如来啊 这个果地啊 徒劳尽苦 你这样这个 你这种态度 什么能达到呢 那么光文毁力啊 这个神光啊 他听到达摩这么一讲啊 这样教诲啊 这样啊 策力啊 这个叫检测 策力 以刃断臂啊 这以刃断臂啊 这个刀啊拿起来这个 哥被断了一支 至于摩浅 至于摩浅 就放在达摩子面前啊 我来表达我要求法的真诚心啊 摩曰呢 诸佛求道为法忘形啊 如今断臂求义何在啊 那达摩看到这样啊 他这样的真心啊 他这个身啊 都可以不要了 这个生命都可以不要了 为了就是要求法 一切诸佛求道 都是为法忘形 都不计自己的生命 那这个就是说啊 这个达摩祖师看到他 这样的一个真诚啊 那么鲁金断臂啊 其物亦何在啊 那你现在呢 看到你这么 真诚啊 你昨天晚上在雪中占了一夜 在外面啊 占了一个晚上啊 雪都过七开了 那也没有躲到屋子里面吹暖气啊 就站在外面啊 受冻 这个讲到这里啊 那我们大家也要感到惭愧啊 这个我们现在呢 一点点苦就受不了啊 你看这个祖师他求法 受什么样的辛苦 我们现在呢 一点点苦 我们现在呢 都吃不了啊 好我们读到这个公案啊 好我们 我们要回到我们现在 我们要感觉很惭愧啊 你看人家祖师他求法是什么精神 我们现在是什么态度 我在这里讲 这里动那里动 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你们怎么会写到东西呢 那一点苦也受不了 风这么大还要吹电风扇 叫你去那边学 站了一个晚上 那就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公案 回到我们现前这个情况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你才会得到佛法的利益 不然彼此都浪费时间了 现在老师为什么不教呢 学生他没有先要学啊 讲了他耳边通啊 他也没有在听啊 所以不是说不愿意教 没有人愿意学 没有人愿意学 那你是浪费时间嘛 大家都是坐在那里 胡思乱想 不晓得在想什么 讲完讲什么也不知道 真的就学不到东西 所以这个学习啊 真的是这个尊师之行啊 取决于态度啊 方法还是取辞 你也学不到东西 所以你看这个神光啊 是我们的榜样啊 你看这个 为法忘记啊 如今断臂 求愈何在呢 你看啊 站在雪中 站在一个晚上 不理他 又给他开示又断臂 那这个是 这个真的是 不容易啊 那么我们 学习这个公案啊 也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 来学习 要用什么心态 什么态度 我们才会 真正的学习到佛法 所以 尊师是为了重道 重视自己的道业 如果你自己 不尊重你自己的道业 那不需要尊师啊 也不是老实说 要你去尊重他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 那下面讲啊 光曰呢 我心未安 启示安心 他说我心不安啊 你要求 这个大师帮我安心 摩曰江心来 已辱安 那这个就是 也是很有名的公案啦 江心来 你把心拿来给我 那我们来帮你安 光曰 密心了不可得 那这个神光就说 我找心找不到啊 摩曰 已辱安心见 他说 给你安好啦 遂传法为二主 就把这个一波传给他 成为啊 中国禅宗的二主 这个是 哦 传一波啊 中国传宗第二代主持 那所以这个也不是偶然的 那下面呢 这个是莲史大师的赞 赞曰呢 二主得法 良有精诚以吉 姬言以俗 乃耳 那这个莲史大师的赞叹啊 二主得法呢 因为 没有别的啦 就是他这个心啊 精诚以吉啊 他已经 精诚到极处了 心精诚到极处 姬言啊 已经成熟了 那 他就能 得法 皆一波了 这个也叫做 师之道合了 真戒相讨非 起碧断碧也啊 这个 真戒相投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好像磁铁啊 磁石啊 吸这个铁针 琥珀和戒指一拍即合 一点即通 那就不是说一定啊 你要去断那个手臂啦 不是说你一定说 那模仿他这个样子 他断背 我们来断个背 他断背了 他开悟了 我们 大概 全身都把他堕烂了 也不会开悟 那不是在那个 外面那个形式上 是在那个心态 所以达摩也是在考验他嘛 要重罚给他不能乱喘的 他是不是有这种真诚心 要来求法 所以才不理他嘛 那对一般人当然不是这样啊 当然他要传法的人 他就不一样 所以廉词大致讲啊 这不去 不是说一定你要去 学着他那些断手臂啦 吃人 教平啊 教平就是效法啦 学这样来断一个手臂 将自立于刀针矣啊 这个这个 这个 针啊就是我们切菜那个垫的那个板子 那就拿刀来 就是来剁啦 剁了就开悟啦 那其实啊 你全身堕烂了也不会太污染 所以下面讲 依传法而必断臂 则诸主无完乎 那 传法那每一个人都要去断手臂啊 那你看历代祖师知道 每一个人啊 都是四肢不前啊 每一个人最少要 砍一个手臂下来 每一代祖师都要缺一个手臂啊 那都是无完乎啦 不是这样的啦 成佛而必断身 则劣胜无胶累 那这个 过去有看到说 诶 断身 那有一些人都说 这学这个断身 然后点一把火把自己身体烧掉 那烧成灰啦 那他也不会开悟 因为他不懂那个意义里啦 所以我有次到 好像在普陀山啊 看到有一个 在明朝的时候政府有规定啊 不可以在那边啊 身体跳下去就成佛了 那可能很多人跳下去刺杀啦 就成佛了 那个都是把那个佛经的意思搞错 所以说佛法无人说 虽至莫能解 佛法没有人讲啊 一般人 世间人啊 聪明智慧再高 他也不能理解 那如果都要成佛都不要蓝身啊 那所有的佛菩萨呢 都没有身体啦 都烧光光啦 那是什么意思呢 蓝身断臂是什么意思呢 断烦恼臂啊 我们有没有烦恼 人家骂我们一气 你会生气 你会不会生气 你说我不好 我心里就不高兴 那这个就是烦恼啊 是要断这个啦 不是断外面那个 都把那个意思搞错啦 所以要断烦恼臂啊 那个才是 你主要要断的啦 断臂是那个意思啦 断你心里那个烦恼 那怎么断呢 那人家现在讲我们几句 我们要生气啦 我们就要去反抗啦 那赶快 不对 把它扶下来 把它断除 这个断臂的意思是在这里 你起了个贪心 看到好吃的 哦 要多吃一点 哎 贪心起来了 咦 把它扶下来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是在 是断臂啊 断烦恼啊 那不喜欢吃的 我们就生烦恼了 快快快 拿走拿走 那是称恨心啊 那喜欢吃的 哦 多吃一点 贪心啊 都烦恼 没有贪心 没有 称心 就是傻傻的吃 医吃啊 这个都是烦恼 是断那个烦恼 断那个烦恼 断臂是那个意思啦 所以廉慈大师特别在这里说明 因为明朝那个时候啊 救人啊 误会那个意思 佛法没有人讲 不行 造成误会 误解 断那个才有用 不然你那个 手臂不要说断一支 两支都断 四支通通把它切断 你还是心里不满 一肚子烦恼 一肚子不平 那有什么用呢 不要说四支都断 你全身都把它剁成肉酱 也没有用 这个就是像四十二章经佛讲 有一个公案 有一个比丘啊 他出家 他年轻力壮 他那个性欲很强 控制不了 那控制不了怎么办啊 断阴呢 就要把那个生殖器 拿个斧头把它砍断 那佛知道了 就把他叫来说 你断阴何用呢 你要断心啊 那欲从来 你这个欲望从哪里来的 从你的心伸出来了 从你的心伸出来了 不是那个身体啊 所以再给他说记 让你去断心 后来他才没有用斧头去把那个身体去砍掉 那砍掉有什么用 那个心还是在啊 将来再换个身体不是一样吗 六道轮回就这样啊 这身死的来生还是这样啊 因为你那个烦恼没断啊 那你断那个身体那个 不是根本啊 根本在心啊 断那个心啊 断那个心啊 智慧佛啊 燃烧这个 无名烦恼 把他燃烧掉 没有啦 没有无名了 所有的烦恼都从无名生起来的 是这个意思啦 所以什么燃背断臂 是这个意思 愿禅者免之 所以这个林词大师讲 这个愿这个修禅的人啊 大家要共同勉励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重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几千超级 曼陀佛 我最终是 像天马 一路 好